今天我们来介绍声音的三要素 我们上次有介绍过 为什么你可以听得到声音 因为你的耳膜振动 讲话的时候是空间振动上来的 耳膜振动的时候 我们会感觉到有一堂的声音 我们可以把它换成 我们的响度音要来听 那怎么叫响度 就是声音的强迫 也叫声音的淡声 也就是说我们讲话大声还是小声 那你怎么知道你讲话大声还是小声 用耳朵来听对不对 那到底我讲话比较大声 你讲话比较小声 有没有一个科学的方法可以来证明 有没有 分背技 好 有没有看到 老师介绍的 叫分背技 好 你们看一下 分背技长什么样子呢 好 我们看到一般都长这个样子 前面有一个海绵的头 从里面发一种 然后你在哪里会看到这种东西 来 提起什么高速 你曾经在哪里看过 电视 对在电视上哪里看过 录音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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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赛的时候 好 那 在电视终于节目里面最喜欢拿到这个台语 大声小声 好 班主 比如說活動的時候 母親節 媽媽我愛你 看誰還醉到身邊這樣 得到家裡 這個東西 一般家裡應該不會去買他 有一點價格 而且買來沒有用 那我們可以用手機 找幫忙嗎 很多很多都小機 四位型手機裡面有一個APD 這叫做跟背景 搜尋一下就可以看到 進度以後 再去看前面的投影機的螢幕 然後再看這位老師的手機 你看到這裡有一個 這邊有一個畫面 就是跟背景的形狀 在這裡 等一下 進來跟背景 那有看到上面跟指針 上面跟指針 指針就是在 指下簡化的聲音 他在鼻咒 表示下一個聲音 大聲 指針的人 跳得來跳不清楚 這比下有指針 好多 一般我們講話的聲音大概在六指左右 六指針 他的聲音 他的聲音 後面的鼻咒是他的鼻咒 小雪的鼻咒是你的鼻咒 好那我們現在就來試試看大聲跳 好 停 停停 好 不要安靜 我現在看我們最安靜的動作 多啥 好 最安靜應該是最小 我們現在安靜應該變最小 我現在不要講話了 好 還是有 因為我們隔壁有 有人在講話 中長 武校最厲害 還是不知道自己 沒有道教 我們還沒道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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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再看她講 小 aument 母 tract 5ма 5ма 5 techno 喔~~ 喔啊~~~ 喔! cuid up 我要時間叫 好來 還沒有爆到這個見組 好像不管怎麼尖叫爆燈 bets爆 對 اب的寶 我知道 我知道是 因為我們認得日表 而且還有分色 的話就可以 對啊 好 它就不明 它是平靡 它是平靡 因为我们的手机 我们的手机不是拿来专门做关费机子 所以它是专业的 所以它不能撤退 太强了 我们的手机是做什么样的 有人讲究要是 喂 喂 没有嘛 对不对 我们讲究要一定是 你靠近你的嘴巴的 是有耶 所以 所以我们一般 听到的声音就是讲真正的声音 所以它的代课功 没办法才听到你太大声 是 可是刚刚有折到手机 折到手机 没有 我们全部都在叫你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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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只要你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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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试试看看 能力叫你活着叫 能力叫你活着叫 真的啊 真的 再 musique flare 加油 那就种 ée cal into 有吗 不要 不要 好 好 它 好 好 那底下這邊 好 底下這邊就有紀錄 這裡就有紀錄 好剛剛 現在比較早 現在就比較紀錄